Judy,你經常都這麼忙,還要出旅程 你怎樣可以很簡單化一個有鮮氣的妝 其實平時真的沒什麼時間去化一個full makeup 所以通常我化好Base之後再化一點眼線 讓人看起來精神一點就可以了 之後再化一條眉 再加一點blush和唇膏就可以出門口了 聽你這麼說的眼線真的很重要 但你知道現在夏天眼線有易容 你會怎樣選眼線筆? 我選眼線之前會看看那支筆是否容易畫和流暢 因為你知道如果很難推開的話 怎樣畫都會不漂亮 所以最簡單就是買之前試上手 嗯 另外選眼線的時候可以看看它是否防水 因為你知道夏天始終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在選眼線筆的時候 就要選一支防水內油的眼線筆 除了眼線 你還有沒有一些GIRL VENDER BALL妝容的推介? 是嗎? 嗯 其實我覺得如果在眼睛畫得大一點的話 看上去都會迷人一點 所以我在化眼妝的時候 我會在下眼頭的位置 會加一點珍珠白色的眼線 這樣看上去就會大一點 Addiction的眼線筆一共有四種顏色 其中深巧克力啡色非常適合上班和去家用 它的質感潤滑 很容易畫出流暢的眼線 令到眼線均勻貼服 而且防水度高 可以持久不脫妝 很適合夏天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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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